凯尔特人需要解决的问题,当他们全员健康他们,应该怎么分配五个手法进攻端的角色呢? 海国德在街木战之夜就意外的遭遇了伤病,在集中期欧文的受伤,则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凯尔特人。 在艰难往外爬的过程中,这一次被盖上了一层障碍,因为这起是双叹花的表现足够的出色,如此年轻的球员就表现出了这般神速进步,很好的掩盖了海国德和文区镇带来的影响。 凯尔特人如果新赛季能够全员健康出战,那么他们的天赋将不会输给联盟里的大部分强队。 但是留一本权安斯威的揣测,现在凯尔特人的阵容往里塞两个超级球星,会不会对凯尔特人的进攻造成冲击呢? 看看季后萨利凯尔特人所拥有的节奏,这究竟会不会造成影响呢? 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影响? 就现在来看,布朗和塔图姆必须找到当他们各自在减少使用率以及出手术以后,仍然可以在进攻端影响比赛的方式了。 或许他们的数据会有所下降,但是一个好的团队,就是在不停的合作以及新生中变得更强大的,可以确定的凯尔特人的进攻主旋律,也就是流畅和有效。 这样的进攻方式,想通过什么样的手段,或者方法继续执行,下去也会是个问题,总会有的球员出现下滑,毕竟一个人的出场,就会占却另一个人的时间。 海卧德所习惯的角色,或许他图母无法与之兼容,同时,欧文所习惯的接入线路或许在季后赛里,布朗也有所使用了,这些情况对后面的影响都是有好有坏的。 在凯尔特人阵中,他们大部分球员大多都是多面手,有时候需要根据每一场比赛,所对位的人进行不同的调整,史蒂文斯再不至首发阵容的时候也会扬长臂短,根据不同的对手做不同的安排。 所以,平衡五个球星或者说算上即将成为球星的,将要花一些时间去完成。 当把这五个人拆开,让任何一个人独角大量时,他们都会是做得最棒,的那一个就像是个专家。 霍福德和海塔图姆即使没有球,在手他们也仍然给予对手极大的威慑力。 欧文就是个天神杀手,霍福德即使不用得分也会给球队带来好的影响,球队总是需要霍福德从多个方面带来影响。 布朗同样拥有良好的功能性以及出色的空间,就是这样的五个人凑在一起,他们可以为彼此创造空间,同时又拥有史蒂文斯的过人才华。 当凯尔特人找到这五个人间的平衡点以后,或许天空才是他们的极限。